觉得他们很可爱 所以我都一直跟楼下说 小朋友活泼可爱是难免的 有时候小朋友会跑动是难免的 就尽量互相包容一下 我是有这样子跟他们提过 我说小孩子不可能叫他好好的坐在那里 因为不是只有他们发生这样 其他的住户也曾经有这样的 他们一定会受到影响 因为毕竟那么小又亲眼目睹 所以我现在真的觉得他们很可怜 小一的下来报案的 跟警卫叔叔请他去报案 我觉得他还蛮镇静的 但是我听他觉得真的不忍心 他们的爷爷早上有跟我聊天 我有安慰他 我们就在讨论那个噪音到底为什么会有这种噪音 我们想到一个问题 说会不会是那个水垂的效应 我是觉得真的很遗憾 因为可以不用发生的虚拟 因为我有跟14楼反映说 罗夏在抱怨说你们楼上有点吵 尤其是晚上很晚的时候 你们是不是还有在敲打的声音 罗先生就回我说这个问题存在很久了 可能是就是他们误会他们 其实以前就有吵架过 我就说你要去跟他们 他有扣分一下 那因为隔天我休假 所以很快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是真的觉得很意外 因为我觉得那个13楼这个吴先生 他平常是很孤僻没有错 但是他应该不至于会有这样的举动 所以我是觉得他可能也是长期生活的压力 精神上的压力 让他突然就爆发出来 对方14楼可能也是认为我们没有错 为什么要受你冤枉 我们有时候去旅行不在家的时候 回来你也在跟我们说 昨天有噪音什么的 让他们也觉得受到一些委屈这样 所以可能就有点不高兴 所以他们两个才有可能 因为这样在互相沟通的时候 就是情绪上没有控制好 我是这样认为 吵架的事情是以前住户跟我讲的 有请管委会去处理 请他们双方坐下来好好沟通 但是无解为什么 因为楼下认为楼上吵 楼上认为那个时候他们不在 为什么有吵 但是他们因为有两个小朋友 我其他住户会说 会不会有小牌子口跳的声音 最近他跟我反应的时候 我跟他说敲打 所以我才会跟罗先生说 是听到敲打的声音 那请问你们晚上还有在做其他 需要敲打的工作吗 他说不可能 他说那个很早以前 他们就跟他反应过 他们也说不是他们得的声音 我觉得这对受害者真的很冤枉 因为他们平常夫妻也人很好 可能也是长期对他这样误会 因为心里也是很不舒服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双方沟通情绪上没有控制好 我是觉得他们 他就是一个比较不会跟人家沟通的人 跟他老婆也是啊 可能有色恐或者是社交的能力比较差这样 我是这样认为他很少在跟人家讲话 但是我会跟他问得好这样 所以这次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觉得很意外 大家平常相处也都很愉快 虽然楼上楼下一定会有发生这样类似的情形 比如说会觉得楼上有点吵 小孩子跑跳的声音啊 顶多就是说请管理师说 你可不可以跟楼上讲一下不要那么吵 你约束小朋友一下这样 那这两个小朋友现在有没有听说要怎么样去安置他们 社会主义有在关切啊 外公就住在对面 他们一定会有安排的 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心情很难过的时候 我是知道他们家人一定会有很好的安排 感谢观看